得到那个shoulding equation吗 对不对 那我在得那个shoulding equation的时候 我是用一个单波场或者是单频率 单波场和单频率的波 那我一直在跟你们强调 单波场跟单频率的波并不存在的 我们要真正的例子的 真正例子的波完是应该要什么样 我一直在跟你们强调是什么样 是where packet 还继续得 对 所以我们底下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用真正的例子的波完数 真正例子的波完数来得到怎么样 来得到shoulding equation 这样清楚吗 OK 那波包它的方程式 我们用激昏来表示 因为它有很多怎么样 很多种K的波加起来的 也就是说从很多波场的平面波 或者是那个就是我们叫减斜波也可以的 它一直加起来 就它有很多波场的贡献 那我们把所有贡献都全部加起来 将近什么 那底下我们要把它换 我们把那个波向量 波速了 还有频率这些 我们把它换成能量跟动量 只是做个变式转换而已 所以我们这样做 我们知道K是等于K是等于K是等于二派出于Landa 对不对 OK 那这个K是等于成这样 OK OK 那我们叫Landa 波场呢 波场就是我们用那个Debugly Debugly那个公司 Landa就是 就是Pranc常数除以P嘛 所以我们把它写在这边 那另外呢 这个是Pranc常数除以二派 然后这个是二派成这样 所以二派跟二派消掉 所以是等于这 OK 那 从这边我们知道K是等于这个嘛 所以 所以这边一个系数对吧 然后乘量P嘛 是不是 然后E呢 能量呢 对不起 所以Omega是等于能量除以H bar 所以我们这边把它换 Omega换成能量 K的换成P 所以我们就得到这个结论 所以我们就得到这个结论 就是我们把变量 就是我们把变量 变先K变量换成是P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这个量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这样写的 所以说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这样得到的 OK 2 2 3 4 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空缆数有两种表示方法 一种是用空间的 空间函数的时间 这是空间和时间函数 一种表示方法是用动量来表示 空缆数有两种表示方法 一种是用空间的 空间就是这里 另外的可以用动量来表示 空缆数的 空缆数也可以用空缆数 可以写成是动量来表示 空缆数 harus解决 空视频 空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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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还是画一个 这是将近一个 没有效应 然后比较特有道理 那为什么这样 会怎么这样 事业后刚刚墊掉 这以后这很够碍水 用我们的动物 就说有够碍水 可能就算什么 会影的动物 怎么样 两个牌都在哪里 是必然 还是这样 小力在最大 是要去 前面 这跟K是飞食呢 在这里啊 还没有怎么样啊 我们知道我们要得到 我们要得到方式的时候 我们只能用这个方式 只能用这个方式 当作用方式作用到这个函式的时候 可以得到怎么样 我们已经知道的动力 动力的方式 对自由例子来说 对自由例子来说 能量是什么 这时候我们已经知道 对自由例子来说 当我们用跑向的方式 用跑向的方式 用跑向的方式 就是我们 能量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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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那这个我们可以开始成这样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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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H bar 这一个H bar 平方 消掉一个 消掉一个生在H bar 对不对 那你学过那个 电数学学过 全数 全数 真正的能量 比如说因为我们这边谈论的脱包 我在谈论脱包对不对 脱包是一个形式 就是 比如说 我们还想满足那个原先的古典故隐那些条件 那我们对这个做维尊 我已经有多学过了 好 全世界的主旧 我记得我们打过嘛 好 全世界是那个维尊 对黑的维尊 那我们看得到什么结论 这维尊 这维尊 这二分都消掉了 好 这二分是这样 等动量出于质量 OK 首先我们再校对一下 这个跟我们以前所学的那个 古典物理是一样的 我们知道古典物理的速度 速度是什么 速度就是真正脱包移动的速度 就应该等什么 应该是动量出于 动量出于什么 出于M 到这边没问题 那下一步呢 我们目标就是要找 找手跟嘴亏旋 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维封方式 维封方式奏用到这个函数 刚好等什么 等于那个满足 跟古典物理那个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的是这个 我们要的是这个公司 能量要等于什么 等于P平方出于2M 那我们看 我们看怎么样得到P平方 或等于什么得到E 我们来看 I 我们用这个来作用到 作破函数 这是一种适学运算 这是一种适学运算 这是一种适学运算的微分 对 我们把这适学运算 作用到这个函数 也就是说这个Po函数 就是Po包的Po函数 在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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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对不对 对不对 T是对哪个 这边有X的函数 有T的函数 T是最用到哪一个 是最用到这个函数 这只是函数了 所以T最用到这个指数函数 是对哪个为分 对这个指数函数为分 所以我们就得到这个结论 对不对 所以我们得到什么结论 得到E 我们得到这个结论 有没有问题 对 换句话说 我们利用这个数学运算 这数学运算 作用到这个Po函数的时候 得到什么结论 得到它的能量 有没有问题 A 负I 这边是I 负I成为I变成1 那H bar跟H bar H bar跟H bar H bar消掉 还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很重要结论 很多人就是说 当我用这个数学运算 以后我们会叫做算符 以后我们会用一个特别名称 叫做算符来表示 不过就是代表一个数学运算 这个数学运算 作用到这个Po函数 我们得到什么样 得到能量 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得到这个 我们现在得到这个 对不对 我们另外要得到这个 我们看怎么样得到这个 我们看怎么样得到这个 都写好没有 然后我们看另外要得到这个 我们看怎么样得到这个 把这边带进来 对不对 I的平方 I的平方是负1 H bar H bar的平方 H bar的平方 然后对 X的两次微分 这是两次的微分 两次的微分 作用到哪一个 作用到空间的函数 对吧 作用到这个空间的函数 那微分两次的话 就P平方 P平方 H bar的平方 对不对 P平方 H bar的平方 跟着消掉 那这边有个 负的I的平方 负的跟着负的消掉 所以我们就得到 好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得到这结论 然后我们把这个结论 我们把这个结论写下来 我把这个结论 这个 这个数学运算 作用到它就得到 P平方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式 我把它写在一起 这个呢 P平方 所以2m等于1 就是这个式 对不对 那换句话说 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就是说 当你这个 这个数学运算 这数学运算 这数学运算 作用到这个 波函数的时候 等于这个 右边呢 这数学运算 对时间的拼为分 得到 作用到这个 我们得到这个 波函数 换句话说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需要知道什么 我们只需要知道 我本来现在 或者对某个透镜的 波函数来说 我要得到动量 我只需要怎么做 这是2m 这是2m 这是P平方 这是这个 对不对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告诉我们说 P P相当于什么样的 视觉运算 动量相当于什么 视觉运算 就挂乎里的东西 等于是I 然后能量呢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这 I H bar 这样清楚吗 好 这结论告诉我们说 当这个波凡是已知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数学运算 就可以得到P 用这个数学运算 可以得到什么 可以得到能量 那你如果把整体 P平方再出于2m 就是这个 这个是这个 这除了2m 就得到什么 得到动能 我再把它写在这 得到动能 就2m分之P平方 这样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量子物理 就建议在这个技术上走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Po凡数 我们有个Po凡数 然后物理量呢 物理量对应一个视觉运算 那以后我们会用个名称叫做算符来表示的 所以我们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Po凡数 一个是物理量所代表的视觉运算 我这样讲清楚 一个是Po凡数 一个是物理量所代表的视觉运算 所以P 动量 动量是一个物理量嘛 对不对 动量它所对应的视觉运算是这个 这样清楚吗 那能量所对应的视觉运算是这个 那以后我会跟你们 以后我们到后面 我们会有特别讲Po凡数的它的特性 或者Po凡数它的意义的时候 我们会这样讲 我先讲也可以让你们比较容易点关 以后我们要学的是Po凡数 就是在量子物理里头 Po凡数已经代表一个粒子的运动的所有状态 动量 位置 有没有 这些 这些物理量呢 已经包含在Po凡数里头 那你要得到 得到什么样物理量 就把这个物理量所代表的数学运算 作用到这个Po凡数 就可以得到什么样 得到你的所需要的物理量 我这样讲 前面听说 这是物理 我们学物理 对血量子物理 非常一个很基本的观念 所以你们要记住 所以相同的 我们从这里告诉我们 记得这就是许准确训 但是我们用怎么样 用Po凡数来怎么样 来描述的 因为这Po凡数就是Po凡 对不对 还记得 我们的前提 这Po凡数就是Po凡数 所以我们用真正的粒子的Po凡数 来得到许准确训 这样清楚吗 我们在推导这个 我们是用自由粒子 我们推导这个 自由粒子 但我们可以把它引申到怎么样 引申到 不是自由粒子 就是只有未能的时候 自由粒子就是未能等于0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有 我们只有动能这一项 那如果是一般的粒子的话 在未能场中的话 我们就要加上未能 所以我们可以把原生的引申 这个怎么样 把它加上动能那一项 就得到怎么样 得到一般的 short density equation 我们加上未能这一项 就得到怎么样 就得到我们的一般的 short density equation 就已经引申到 不是自由粒子也可以用了 这样讲清楚了吗 对 好 那底下我们就要知道 怎么样去得到 得到那个破函数 它的随时将来变化 对 对 对 那我们来看 这样会没有 对 那底下我们要讲的是 如果 如果 就是起始条件 在某个时刻 那这个某个时刻 这个时刻 我们可以定义 可以定义成是 t等于0 在t等于时刻 就某个时刻 我们破函数已经知道了 对 我这边写一个 以致哈 就在某个时刻 破函数已经知道了 然后现在我们 现在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 其他时刻 就随着时间变化 以后破函数 会做什么样的变化 对 就是我们目的哈 就要解决 在其他时刻 破函数是什么样的破函数 也就是破函数的变化 那你如果知道 破函数的变化 你就可以得到 怎么样 得到物理量的时间变化 例如说 动量也好 动量也好 位置也好 对不对 还有能量也好 它随时间做怎么样 随时间做怎么样的变化 这样清楚吗 所以我们就知道 在t等于0时刻 是这样 phi 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可以做复略转换 我们就得到这个 对不对 就我们把原先那个 破函数 破函数跟phip这个 这个系数 这p的函数 对不对 它的关系是 那因为t等于0 所以后面 能量这一下没有掉了 对 那这个我们可以 那怎么样得到这个呢 怎么样得到这个 怎么得到p的函数 就做复略转换啊 就做复略转换啊 我写在这边哈 好 我想这你们都学过嘛 复略转换都学过吧 这是已知对不对哈 这是已知 好 在这边 对不对哈 这是已知 所以这个 这韩式是已知 所以你可以做复略转换 得到怎么样 得到yp 我再讲一次哈 就说 这是已知 对 在t等于 直刻 函数已知 我们做复略转换 得到这个 得到p的函数 对 现在有没有问题 好像这数学一定可以做啦 这数学一定可以做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个函数知道以后 这个函数知道以后 我们再带回去原先的怎么样 原先的时间函数 ok 我们再得到这 没问题 我把這個步驟,我用一個式子寫一下 這是椅子嘛,對不對 然後怎麼樣? 負劣轉換 得到 對不對 負劣轉得到YP 得到這函數 然後再怎麼樣 這 這在上面 這式學一定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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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這 這函數 對不對 這些都是已知的函數 這些都已知的函數 唯一的是哪一個不知道 唯一的是這 所以你在做這個式子的時候 你要記住 當你在做這個積分的時候 做這個積分的時候你要知道 這個1是對應P來的 1是P的函數 不要忘了,1不是常數 要記住 1不是常數 1是跟P有關的 1是跟P有關的 那如果是自由例子的話 好 如果是自由例子的話 1呢就是 就這式 如果不是自由例子的話 就不是这样子 我再强调一次 自由例子的话 一是等于这个函数 如果是其他情形 不是自由例子的话 这不等于这 这样清楚吗 那就要看你特定的怎么样 看你什么样的物理系统来决定 我这样讲有没有问题 我要记住很多 从我以前的经验 很多同学这地方都弄臭掉了 他有些同学是把这一当作一个常数 这都是臭的 你们知道在这个自由例子的话 一是P的平方 正比P的平方 所以你把这个带进来 那你就变成 这全部都是P的函数 你就可以做积分了 你就可以对P积分了 这样清楚没有 我再另外 这步骤会不会用 不过我顺便问一个问题 这边都签了积分 这个也要积分 这也要积分 对不对 这边也要积分 对不对